法务部长罗尹雪签下了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死刑执行令 今天晚上在四个地方执行枪决 被执行的名单当中有五个人 其中邓国良因为不满被追讨债务 伙同有人杀害讨债的曾姓女子跟她的孩子 戴文庆则是在2002年扶监时期 收嫁反监之前性侵两名女司机 其中一人送命 台中高分剑枪决的对象是刘炎国 1997年她侵入赌场跟原警起冲突之后 射杀警察 杜明雄和杜明朗兄弟俩 2001年涉嫌在中国大陆 杀害台商和员工总共五人 手段残忍